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那今天要繼續來實況集合啦 動物森遊會 那聽說呢 官方的任天島呢 在冬季的時候有新的更新了 所以呢 今天就來帶大家搶先看一下他們更新了什麼東西喔 到囉 喔 哇 真的下雪喔 好 我們來看看 原本是只有兩個香菇嘛 嗨 耳光 耳光還在喔 然後呢 多了這兩個樹果的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島上有什麼變動 呃 成員方面沒有任何變動 但是呢 地形看起來好像 好像也沒什麼變喔 哈哈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來看看我的設計他們是不是有新增什麼東西 我的設計也沒有新增圖案喔 這有點可惜喔 那我們來找看看有哪邊不一樣吧 這邊呢 你們看你們看 這裡之前是那些樹果的 DIY家具嘛 然後現在變成聖誕節的玩具了 這個房子 然後這個暴龍 這暴龍會跳喔 然後這邊還有機器人 欸 機器人我從這個角度用 欸 會自己走 好 他們果然跟我上一次猜的一樣 就是可能會依著季節 然後來 算是通知大家 就說我們這一季多了哪些新的東西 愛火鳥 好熱 都下雪了 你還好熱 海邊這邊看起來沒有什麼變動 我們來看一下這間 之前是健身環的房間 裝潢看起來沒有變 就是壁紙多了這個下雪的 這下雪的壁紙好漂亮喔 感覺是住在那種採光很好的房間裡面 四面都有窗戶喔 這裡多了一些人魚的傢俱 上次有嗎? 我好像沒注意到 這是沒有挖的化石嗎? 好好奇喔 哇 這裡多了這個暖桌 那從以前我就很愛看蠟筆小心嘛 那冬天的時候他們就會很喜歡 坐在暖桌裡面 然後要吃橘子 好像小丸子裡面也有這樣的劇情嘛 就是大家都不想離開暖桌 但又想要吃橘子喔 算是日本的一個傳統吧 來 這邊是上一次我說 看起來很普通的打卡景點 但現在下雪之後好像變漂亮囉 大家有沒有這樣子想呢 那這邊有熊熊在玩桌球喔 這是上一次就有的 但上次的影片我忘記剪進去了 所以這不是新增的東西喔 給大家看一下 喔 你們看 它這邊多了一個裝飾的 遙控飛機 然後這邊有兒童帳篷 哈哈 這個是假的樹 然後這個兒童帳篷啊 我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兒童帳篷的下面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下面鋪什麼地板 它就會顯示什麼地板 那像這邊它就是一片的雪地有沒有 那它這裡呢 刻意做了一個泥土地 然後上面再放兒童帳篷 看起來就特別的不一樣有沒有 這算是兒童帳篷使用上的一個小小技巧 順便分享給大家喔 這邊上次來 喔 它這裡種了好多花喔 之前有這麼多花嗎 我記得上次來的時候這裡都是雜草 然後這邊 對 還在維修中喔 多了很多花耶 然後這邊的柵欄它還是還沒處理好 然後這邊是不是多了一個樓梯可以上來 之前好像沒有辦法上來對不對 上面這邊都開始在種植各種各樣的花 看起來正在培育喔 Nina加油啦 好 這邊是它的露營地 本來就有這台販賣機嗎 這邊多了一個暖爐對不對 這一定是多出來的 之前一定沒有這個 好 我們再往這邊 這裡看起來呢 還是碧姬公主 這邊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這裡是不是多了一個蘑菇的變身棒 原來變身棒也可以這樣子 裝飾變成一個小蘑菇喔 偷學到一招 艾爾光 跑到這邊來看海 這裡怎麼感覺多了兩塊石頭呢 Nina在製作礦場的嗎 好喔 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因為呢 大部分重複的東西我就沒有再特別介紹 所以這次的影片可能會比較短一點 但是呢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喔 就是Nina也是很用心的在佈置喔 可以感覺到這個島上有在慢慢改變 那我不確定他們會是每個月都更新一次還是 一季更新一次喔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期待下一次任天島的更新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